大家好,欢迎来到幸福敲门,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,在我妈第108次逼婚下,我终于被逼上梁山,不,是被逼踏上了相亲的路。 到了约见的咖啡厅,我又打开介绍人三审发来的语音,人长得可帅了,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吗? 竟身高1米8,跳起来都1米9了,就是家里穷了点,你妈可一直跟我说不看条件,我深吸一口气,双眼就像是探照灯似的,扫尸一圈之后,目标锁定,坐在靠窗边的男人身上。 她五官深邃,面容俊美,虽然是坐着的,但打眼一看,个子就很高。 三审终于靠谱了一回,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,我走过去,你好,我是周宁宁,陈叔梅介绍的。 男人抬眸看我,他似乎很惊讶,漆黑的瞳孔晃动了一下,随即俊言之上,浸出淡淡的笑意,你来相亲? 这话问的,你不是?对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顾暗,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? 手机一阵响,我拿出一看,是我母上大人在逼问进度。 我心一横,用最快的速度,全方位无死角,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。 手机还在不停地响着,我脑子里满是母上大人催婚的情景。 我头皮发麻,看着那张俊脸,脱口而出,民政局快下班了,要不先领证,剩下再慢慢聊。 顾暗脸上闪过一抹错愕,竟然真的站了起来。 一个小时之后,民政局门口,我和顾暗一人拿着一个红本本。 看着面前这张帅到人神共愤的脸,我压下骤然结婚心底的恍惚, 说道,既然现在已经结婚了,那我回去也能交差了。 不管怎么说,我们现在是夫妻了,我会做一个好妻子。 顾暗勾纯附和道,我也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。 这张脸说什么都是动听的。 我们一起双眼,你放心,我有车,有房,有存款,不介意你赚得少, 现在咱们分居也不像话,晚点你就搬到我那去吧。 顾暗愣住,我赚得少。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,男人都是要面子的。 我表示理解,你的情况我三审都跟我说了,我真的不会嫌弃你的, 以后我们一起努力就行了。 顾暗笑了笑,不再辩驳,加个微信。 我连忙拿出手机,发给他一个地址,还有一串数字,这是我家的地址,还有密码。 顾暗点头,你自己看着办吧, 我现在得去上班了。 相亲只请了一上五嫁。 刚回到公司,手机还在不停地响着,我打开一看,是三审打来的。 我满脸笑意,是得好好谢谢三审。 宁宁,你怎么回事? 人家南方都等了一天了,你这孩子怎么这样? 什么?我咽了咽口水,三审说的话我怎么不太能听得懂? 那个,三审啊,您给我介绍的人不是叫顾暗吗? 什么顾暗?我可告诉你,你现在赶紧过去见人家小宋还来得及,错过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。 我猛地挂断电话,看着手中的红本一阵惊悚。 小宋,那顾暗是哪来的?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,离谱到家了。 顾部的工作,我拿起包包就往家冲。 厨房里有一个正在忙碌的身影,整个家里都是饭菜的香味。 我猛地愣住,跑得气喘吁吁的疲惫在此刻也有了一些缓解。 还没等我开口,顾暗手里拿着铲子,含笑看向我,回来了。 马上就可以开饭了。 我一个机灵,想起来了我这个时间跑回来是为什么。 我快速走过去,搞,搞错了,咱俩相亲的对象,有问题。 顾暗耸了耸肩膀,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 他手上动作不停,我的介绍人也姓陈,也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了。 说着他看向我,笑了出来,所以我们很有缘分,不是吗? 反正都领证了,难道还准备离? 我好像被蛊惑了,好像是这个道理。 婚都结了,因为这点小事变成二婚是真的不划算啊。 洗手吃饭吧。 顾暗端着两个盘子,放到餐桌上。 话都说清楚了,我的心情瞬间就平静了下来,还真的坐上了桌子。 一回家就能吃现成的可真好。 自从我搬出来自己住之后,下班回家要么叫外卖,要么就得吃自己煮的素食面,只有每周末回我爸妈那去的时候,才能吃顿好的。 有一说一,顾暗的厨艺可以跟我妈媲美了。 顾暗吃饭的时候话不多,我也就没怎么说话,安静吃饭。 吃完饭他收拾,我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 过了一会儿,顾暗出来,在我身边坐下。 他突然靠近,我突然有些紧张。 这人身上的气场太强,而且,他周身散发出来的那股张力像是一只无形的手,轻轻握住我的心脏。 我咽了口口水,侧头看他。 顾暗也在看我,眸色深邃幽静。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,还有彩礼的问题。 我连忙白手,不用彩礼。 彩礼代表我对你的尊重。 就冲这句话,我愿意相信我的闪魂对象,人品也不错。 上天待我不薄。 我笑了出来,你都不知道,其实我妈还反对,我找有钱人呢。 她说,有钱人我顶不住,就找个普通人,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。 所以,其实彩礼倒是没那么重要。 这话虽然是事实,但我觉得对顾暗多少也应该起到一些宽心的作用。 没想到她听完,反而促起了眉心,妈是真这么说的。 我一时耿住,不得不说,她适应女婿的身份真快。 我点头,随口忽悠,真的呀,所以你要是有钱的话,我妈都不能同意我跟你结婚。 下一秒,她又迎上我的视线,不瞒你说,我确实很穷,但就像我说的,我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。 只是,她似乎有些迟疑。 我眨了眨眼,只是什么? 顾暗神色十分认真,我现在没钱,但如果我以后有钱了,妈会对我有意见吗? 这是什么问题? 有钱当然好啊。 这个当然不会了,谁会嫌钱多呀? 专把女儿嫁给穷光蛋,我妈也没那么坑。 顾暗松了一口气,那就好。 看她的样子,好像她以后一定会有钱似的。 对了,我想起一件事来,明天你跟我回趟家吧,我爸妈要见你。 今天三神打电话,把我训了一顿之后,我妈也给我打了一通电话,差点把我妈的狗血淋头。 然后,我以一招,我登记了大法,堵住了我妈的嘴。 我妈还不信,骂我是小兔崽子,后来又要来看顾暗。 被我以顾暗紧张为借口推了,说晚上,我跟她说说,明天再带顾暗回家。 这才把我妈彻底安抚下来。 我又问顾暗,你的家人呢? 顾暗沉默了一会儿才说,在乡下,我明天打电话通知他们,他们什么时候过来,我再告诉你。 好。 我又看了眼时间,还早着,我还有份策划要赶,就去书房了。 这一忙就忙到十点多,一阵敲门声这时响起。 我应了一声,顾暗推门而入。 快到十一点了,你早点休息吧,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。 我搬出来自己住就是为了工作方便,因为我经常熬夜,父母总是担心我。 但是此刻,面对顾暗的关心,我心里暖暖的。 谁能拒绝一个绝世大美男的嘘寒问暖啊? 好,我保存了文件,关掉电脑,边走边活动手腕。 累了?顾暗问。 我点点头,嗯,打太多字手就会累,但是也没办法。 顾暗没说什么。 我们两个一起出了书房。 快要进卧室的时候,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来。 我和顾暗,睡一起。 我定在门口,头顶传来顾暗低沉的嗓音,怎么了? 我侧头看了他一眼,脸颊猛地烫起来。 没什么,我,我先洗漱。 我快步回到卧室,直接冲进卫生间,繁锁上门。 站在镜子前,我看着自己红得跟喉屁股似的脸,脑海里的马赛克越来越厚。 不管怎么说,我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,发生点什么也算是情理之中。 但是,但是说起来,这闪婚进度还真是有点快了。 磨磨蹭蹭地洗漱完,我从卫生间出来。 顾暗,以着床头坐在床上,被紫盖到腰上,上半身什么都没穿。 这家伙简直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代名词啊。 那肌肉也太性感了吧? 怪不得他看上去就性章力十足。 我心狂跳,这要是男模,我得点到倾家荡产。 宁宁,顾暗出声,嗓音充满雌性。 我回过神来,紧张地吞了口口水,绕过床尾钻进被窝里。 我躺着,把被子拉到脖子以下,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。 那个,我家客房还没收拾,你,你今天晚上就先睡到这儿吧。 我说完,都想给自己凉嘴吧,人家都已经躺在床上了,还用我说,猛地用被子盖住脑袋,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。 要知道,我上次跟男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,还是上次。 我紧紧闭着眼睛,那个,睡觉吧,我困了。 我的脸烧了起来,顾暗很快就关了灯。 眼前一黑,耳边传来嘻嘻苏苏的声音。 感受着身后身躯传来的热气,我心跳如泪骨。 耳边传来固暗清冷的低声,宁宁,今天就像是做梦一样,我居然真的娶到你了。 我心中奇怪,难不成他之前就认识我吗? 正准备再问几句,转头却直直地撞向了一双灿若星河的眼眸之中。 今天一整天,我都觉得这人的眼睛里装着的东西很复杂,让人看不懂。 此时此刻,我竟然看清楚了那眼睛里面的深情。 我心中疑惑更甚。 顾暗的脸距离我越来越近,我被那双眼眸所蛊惑,闭上了眼睛。 一夜无眠,第二天早晨,我是在顾暗的怀里醒来的。 她俊美的眉宇之间染着笑意,低头在我的唇上亲了亲。 声音带着清晨特有的沙哑,早,早。 我的心跳还是很快。 天哪,冲动了,冲动了,果然还是应该先培养感情。 吃早饭的时候,门口传来一阵铃声。 顾暗站起身,我去开门。 是快递,顾暗接过两个箱子放到门口的地上。 你还有东西没搬来吗? 键盘。 顾暗走过来,我一直用这个键盘,打字比较轻松一点。 你放一个在书房里,一个拿去公司。 我心下触动。 昨晚我就随口抱怨了一句,我那键盘打字有点累,今早新键盘就到了。 还两个。 心中涌现出甜蜜的泡泡。 去公司上班。 我刚把新键盘换上,我的同事蒋欢就过来了。 他双眼放光,哇。 宁宁,你这键盘能让我试一下吗? 它是个重度键盘控,据说家里收藏了一百多把键盘,平时那点工资省吃俭用的,都用来入键盘了。 我让出地方,你是吧? 蒋欢在我的宫位上坐下,敲了几下键盘,一个劲感叹,这手感,这声音,快快。 宁宁,你在哪买的? 快点告诉我。 我也不知道,别人送的,我给你。 蒋欢已经拿出手机,登上淘宝自己搜了。 没有啊。 蒋欢问我,是定制的吗? 我摇摇头,不知道,我给你问,我找找我常去的那家店问问,看看他家能不能定制一把。 蒋欢自顾说道,手指飞快在手机屏幕上操作。 我笑着摇摇头,开始工作。 过了一会儿,蒋欢突然呐了一声,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。 我看着他不明所以,这小妮子又怎么了? 蒋欢跑过来,眼睛瞪得大大的,艰难地咽了口口水,你这把键盘要八万块。 啊? 蒋欢把手机递给我,我看到他和客服的对话。 客服说,这把键盘是有版权的,人家不卖版权,所以他们做不了。 而且,这把键盘不管是套件还是键帽,以及轴体和内部构造,全都是高档材料,他们没办法定制。 下面又加了一句,其实键盘溢价严重,我们普通人用静电容的就很好了,不用追求太高端的,品牌效应而已。 我,什么情况? 随便跟蒋欢说了两句,我转头去了卫生间,迫不及待地拨通了顾岸的电话。 八万块的键盘,疯了吧? 电话几乎是秒接,顾岸只来得及说了个位,我就焦急地问道,顾岸,你送我那俩键盘多少钱呢? 八万块? 有八万块的键盘吗?顾岸语气震惊,我那两把键盘加起来还不到三百块,我松了一大口气。 那还好,我同事是个键盘控,他想要定制一把,人家客服说定制不了,还说一把键盘要八万块。 顾岸沉默了一下,我这个应该是盗版,我看好看就买了,而且用着真的很不错。 对啊,打字很轻很舒服。 挂断电话,我回去了,跟蒋欢说,是盗版的,一把还不到一百五。 蒋欢眼睛又亮了,真大。 那你帮我也买一把呗,实在是太好看了。 好啊,我回到宫位上坐下来,给顾岸发微信,让他帮忙买一把。 顾岸秒回,好。 当天下午,同城小哥就把键盘送来了。 我把键盘交给蒋欢,他立刻给我转了二百块钱。 你给多了? 我提醒,不多不多,就这键盘的重量,这质感,比我买的大几千块钱的都好,我还赚了呢。 蒋欢美滋滋地去拆键盘了。 我把这两百块钱发给顾岸,同事给我转了两百块,还赚了。 顾岸把那两百块钱收下,你同事喜欢就好,以后你们在公司也可以互相帮助。 我心里甜滋滋的,好像结婚也不错。 这种时时刻刻都被人挂在心上的感觉。 这该死的细节。 中午我和蒋欢讨论吃什么,顾岸打来电话,我给你准备了便当,马上就到你公司了。 蒋欢还在兴致勃勃地说中午去吃什么,我有些不好意思,可能要你自己去吃了。 我,我老公说他一会儿过来,给我送便当。 蒋欢张大嘴巴,刷得一下站了起来,双手掐住我的脖子,你什么时候结的婚。 结婚为什么不叫我? 我艰难呼吸,昨天,昨天。 这边的动静太大,我今天第二次感受到了来自同事们的注目里。 孟璇扑斥一声,周宁宁你结婚了。 结婚了,怎么不给我们大家说一声? 我们好去看看你嫁了怎么一个穷酸的老公啊。 孟璇是我的死对头,平时仗着是总经理的侄女,天天拿鼻孔看人。 不光如此,小组做案子,他出没出力,功劳一定都是他的。 而我,就是那个被他抢功很多次的大冤种。 我翻了翻眼睛,关你屁事,你要是想随份子就不用了。 我跟你不是很熟,以后分组的时候,你别跟我一组,就当是你出过钱了。 孟璇脸色一沉,你这话什么意思? 就字面意思,你听不懂,就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 孟璇恶狠狠瞪着我,突然就笑了出来。 周宁宁,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嫁一个没用的老公,以后生一个没用的孩子,你老公是有多拿不出手啊你。 有几个孟璇的狗腿子毫不避讳地哈哈大笑了出来。 孟璇一副高贵的姿态,没关系周宁宁, 随份子那几个钱我不在乎,我们大家给周宁宁转红包吧。 晚点让周宁宁请我们吃顿饭,让她把老公也带出来,给我们见识一下。 蒋欢都看不下去了,你想要看热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,别带上我们。 孟璇一个狠力的眼神甩过去,你和谁说话呢? 蒋欢拍阿尔起,这公司是你家开的,大不了我们不干了,你信不信我们闹到总部,到时候你那个叔叔都保不住你。 有几个有血性的也附和蒋欢。 孟璇当然也不敢把事情闹大,真怕他叔叔保不住他,瞪了我一眼,转身就走。 孟璇这时给我打来电话,说他在我们公司楼下了。 欢欢,你陪我下去取便当,走吧。 我朝蒋欢伸出手,他白了梦璇一眼,立刻过来挽住我的胳膊,和我一起下去。 还给我转了个五百块的红包,我肯定是得随份子的。 我笑着说,谢谢。 顾岸就等在公司门口,看到我出来,他大长腿一脉走过来,将便当交给我。 我接过来,谢谢,你不忙吗? 顾岸笑了笑,没什么忙不忙的,给老婆做午餐的时间还是能抽出来的。 我心里甜滋滋的,咧嘴笑了出来。 一转头,就看到蒋欢盯着顾岸都看直眼了。 宁宁,这是你老公啊? 快点带你老公上去,给孟璇看看。 他还说你老公又丑又挫,瞎了他的狗眼。 顾岸对蒋欢微微汗手,你好,我是顾岸,周宁宁的老公。 他接着说,便当我做了两人份,你不嫌弃,可以尝一尝。 蒋欢立刻摆手,不嫌弃,不嫌弃,而且自己做的肯定比外面卖得干净。 顾岸点了点头,那你们进去吧,我先走了。 拜拜,我摆摆手,拜拜。 顾岸又看了我一眼,朝不远处的地铁口而去。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他那一眼里好像还有些无奈。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了,蒋欢才又激动地抓着我的胳膊晃。 宁宁,你老公真的太帅了,比大明星都帅。 必须让孟璇他们看看,打烂他们的脸。 我被他的话逗笑,以后会有机会的。 你老公对你真好。 蒋欢挽着我的胳膊往里走,还给我带了一份,哎呀,我刚才忘记和他说了,以后在公司,我会好好照顾你的,不能白吃呀,对不对? 他还真是个小机灵,顾岸确实是这个意思。 他考虑得真的很周到。 回到部门,好多同事的外卖已经到了,都开吃了。 蒋欢也不着急吃饭,和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大声说,我刚才看到宁宁的老公了,帅得简直不像话。 我跟你们说,你们没看到,真是没眼福。 我知道他这话是故意说给孟璇听的。 孟璇冷哼了一声,蒋欢,你扎呼什么? 为了别人的面子拼命,你可真是吃饱了撑的。 公司是你家开的?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,关你屁事。 蒋欢直接对回去。 孟璇没再说话,起身出去了。 另外几个也跟出去。 我和蒋欢一起吃饭的时候,他问我,你有跳槽的打算吗? 孟璇实在是太恶心了,你要是有去处,记得带上我一个。 我笑了出来,已经闹成这样了,以后分组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拒绝他了。 以后都咱俩一组。 蒋欢叹了口气,这也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的呀。 争取呗,人心不合,项目肯定做不好,上头会理解的。 他点头,下班,我和蒋欢一起出去。 远远地就看到顾暗站在花坛那边,旁边有好几个人在偷偷摸摸拍他。 蒋欢立刻回头看,然后泄气,他们怎么还不出来? 出来就能看到,你老公了,你在这等会儿,他跟个小孩子似的。 我笑着推了他一下,以后有的是机会,我先走了。 拜拜。 我快不过去,顾暗拿起放在花坛边上的那一大堆礼物,和我一起去取车。 你买了这么多,都买什么了? 我伸手去拿。 他的手躲开,一些营养品,还有茶。 第一次见岳父岳母,得多买点,不重。 他把礼物放到车后面,由他开车。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,回头看,你这买的也太多了,足足十个,他两只手怎么拿过来的。 到了我家,我爸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了。 看到顾暗,两人那眼神就跟蒋欢看到顾暗时一样,亮晶晶的。 我爸十分满意地点头,嗯,不错,这模样都快赶上我年轻的时候了。 我妈白了我爸一眼,人家小岸第一次上门,你正经点。 爸,妈,这是顾暗给你们买的。 我拉着顾暗,让他将礼物放到沙发上。 我妈打开袋子,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打开。 燕窝,我妈抿了抿唇,这得多贵啊? 这孩子竟乱花钱。 顾暗连忙说,妈,不贵的。 我妈被他一声妈叫的嘴都喝不拢了,连忙拿出红包,改口费。 顾暗站起来,双手接过,朝我妈鞠了一躬,谢谢妈。 还有我的。 我爸也递上红包。 顾暗也双手接过,鞠了一躬,谢谢爸。 我爸打开茶叶,连连点头。 嗯,这茶一看就是上等货,好茶好茶。 顾暗又连忙说,其实就是普通的茶叶。 爸,您喜欢喝,我再买。 我爸更满意了。 吃饭的时候,我妈问顾暗,什么时候能和他家人见一面? 顾暗说,我家人都在乡下,我已经告诉他们了,他们明天就过来。 那我先订酒店饭店。 我妈说着,要去拿手机。 我拦住我妈。 妈,一会儿吃完饭我订。 吃完饭,顾暗起身收拾桌子,我妈拦都没拦住。 她在厨房洗碗的时候,我妈在我耳边说,小暗这个人不错,看面相就能看出来,是个老实人。 就是长得太好看了,容易遭人惦记,不过她看上去真不像有花花肠子的。 我爸也凑过来问我,她买那些东西到底花多少钱? 那茶叶一看就可贵了,她没多少钱。 我实话实说,而且爸,你平时买的那些茶,也别以为真值那个价,卖家含泪指着你报复呢。 我爸撑了我一眼,去,你不懂别瞎说。 谁都不能说,她的茶不好。 第二天正好是周六。 顾暗家人到酒店的时候,呼啦啦一大群人,阵仗有点大。 很快我就被团团围住,顾暗则被挤了出去。 我的手被一双温暖的手握住。 那双手皮肤有点松,皱纹也很多,但是很温暖。 这就是我孙媳妇。 长得可真好看,太好看了。 我孙子有福气啊。 宁宁,我是婆婆,我是爸爸,我是二婶。 我是,我一个一个点头喊人。 顾暗家的亲戚是都来了吧,因为人多,又临时换了个大包厢。 进去之后,我就开始收红包。 奶奶更是将她手上的玉镯直接套在了我的手上。 我连忙拒绝,不行呀奶奶,这太贵重了,我不能收。 这是奶奶给孙媳妇儿的见面礼,你必须收下。 奶奶笑眯眯地说道,而且不贵,我买的时候才六百。 婆婆也说,对的,不贵不贵,宁宁你收下。 奶奶给的,你收下吧。 顾暗说,谢谢奶奶。 我收回手,看了看手腕上的镯子。 我一点都不懂玉,只觉得这六百块的镯子还挺好的。 包厢内气氛异常地好。 吃完饭,公公婆婆又把礼物拿出来,给我爸妈的,还有给我的。 其中还有很多印记的果蔬,都是自家种的。 亲家,你别嫌弃呀。 我妈笑得何不拢嘴,怎么会嫌弃。 自己家种的都是绿色食品,平时想吃还吃不到呢。 晚上十一点多,我和顾暗才回到我们的家,还带了好多的果蔬。 刚出电梯,走廊两边素白的墙壁上,齐刷刷的广告牌映入了我的眼帘。 这怎么回事? 我走过去,物业现在真是越来越过分了,电梯里放广告就算了,怎么还挂到家门口了。 我转身往电梯那边走,我去找他们。 宁宁,顾暗追上来,今天有点晚了,明早我去找物业,而且现在物业已经下班了。 我只能先压下这股气。 回到家,顾暗将带回来的果蔬整整齐骑马到冰箱里,过来安慰我,别生气了,明早我就过去。 我也去。 第二天九点多,我和顾暗一起来到物业,让他们把广告牌都拿下去。 物业经理态度很好,说出来的话却气死个人,是这样的,现在每个小区基本都这样,上面也管不过来。 这是明晃晃的示威啊,还不如直接说我们就接广告了,你能拿,我们怎么样?这种软钉子更恶心。 我拿出业主的强硬,我再说最后一遍,把广告牌给我撤了,都挂到我家门口去了。 你们还能要点脸吗?其他小区怎样我不管,我家门口就是不能挂。经理依旧笑咪咪的。 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男人,顶着地中海和啤酒度,说道,都说了上面也不管,别的小区都一样,那怎么我们还一点外快都不能赚了? 你要真看不得那些广告牌,你搬进高档小区里啊,这话未落,一股寒意突然袭来。 故暗低冷的嗓音响起,这就是你们对待业主的态度。 物业经理陪着笑脸,不好意思,他这个人脾气大,去,你别在这添乱。 那个地中海哼了一声,走了,但话都说出来了,隔应人的作用也起了。 物业经理霍西尼更恶心,你们不撤是吧?我自己撤,还有,我会举报你们。 我拉着故暗往外走,身后传来物业经理悠哉悠哉的声音,尊敬的业主,如果墙皮被破坏了,您是要赔偿的。 故暗脚步一顿,回头看向物业经理。 那眼神冰冷如雪,经理脸上的笑一致。 他没说什么,拉着我离开了。 我这股气一直憋到当天晚上。 七点多的时候,我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。 对方说他是我们小区开发商负责人,问我现在有没有空。 难不成是物业告状? 要不然,开发商怎么会打给我? 我抿了抿唇,沉声说道,有空。 很快敲门声响起。 我打开门。 门外站着一女两男,穿得都很正式,手里还拿着礼物。 三人笑眯眯的,态度好极了,一进来偷偷地瞄了一眼故暗,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 然后就开始道歉,这一次确实是我们的错,当初选择物业公司的时候没有调查他们的口碑,给尊贵的业主带来麻烦,是我们的错。 我们已经和他们解约了,新的物业很快就到,小区里所有的广告牌也都会撤下去,以后都不会再有了。 给您带来的麻烦实在是太抱歉了,我们诚心向您道歉。 说着,三人又一起朝我鞠了一躬。 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,希望你们说到做到。 开发商代表又点头哈腰到了会儿歉,最后说不打扰我休息了,这才离开。 我关门的时候还有些云里雾里的,没想到我们开发商还挺好的,我以前怎么没发现。 顾岸笑着过来,事情都解决了,就别生气了,开心点。 我现在当然开心了。 现在开心了? 顾岸挑眉,所以。 他眼眸深沉,带着极为明显的欲念,声音也是沙哑的,先去洗澡。 我脸颊滚烫,低下头,然后点点头。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,我被顾岸打横抱起,进了卧室。 新的物业很快就上岗了,小区里的广告牌全部撤下,看上去就是比以前干净舒服多了。 我还跟蒋欢说起这件事。 蒋欢一脸羡慕,天哪,你们开发商可真好,不像我们小区,都没人管。 他继续吐槽,我们物业费又涨了,前段时间物业还在门口安装了八条减速带,为了防止业主逃费,实在是太恶心了。 他一拍桌子,我也举报,我点点头,对,不能惯着他们。 中午,顾岸又过来给我送便当。 他每天这么跑,我都有点心疼了。 明天开始,你就别给我送了,我吃外卖就行了。 顾岸醋了醋眉,外卖不干净。 没办法呀,我们公司没有食堂。 顾岸朝我们公司看了看,眸色深邃了一分。 我们两个坐在花坛边上,一起吃便当。 孟璇和他几个狗腿子突然走过来。 我一抬头,就看到他们满眼惊艳地看着顾岸。 周宁宁,这是你老公。 顾岸要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,被我拦下了。 他们不配。 对呀。 我想到蒋欢说的话,吃笑了一声,现在你们看到了吧。 我老公不丑不挫,长得很帅。 顾岸探究地看着我。 孟璇眸底仿佛燃起了火苗,下一秒又笑出来,朝顾岸伸出手,你好,我是宁宁的同事,孟璇。 顾岸将他便当合理的牛肉夹给我,老婆,你多吃点。 连一个白眼都没分给孟璇,看得我心里一阵舒爽。 孟璇几个人兴兴离开。 顾岸这才问我,你不喜欢他们? 他们欺负你了。 我耸耸肩就是职场里那些事呗,放心吧,我才不会被欺负呢。 顾岸没说话,只是又将牛肉夹给我。 这牛肉可真好吃,入口即化的。 吃完饭,我送顾岸去地铁站,然后回到公司。 奖欢过来告诉我,下午开会。 我点点头,一点,大家都到了会议室里,又有新项目了。 主管站在前面分配任务,依旧是以小组的形式。 然后跟我说,周宁宁,你和孟璇一组。 又来这套,我看向孟璇,她还挑衅地朝我挑眉。 我直接站起来,主管,我要跟蒋欢一组。 主管一个严厉的眼神过来,你当公司,是你家开的。 你说了算?散会。 主管把文件甩在桌子上。 周宁宁,你留下来。 其他人都走了之后,主管过来,语气缓和了不少。 周宁宁,我说,你傻你也别不爱听。 孟璇是总经理的侄女,我都不敢惹。 你说,你干嘛总往钉子上碰? 让你和她一组,也是为了让总经理记住你的好。 我冷眼看着主管,她总是抢功,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主管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,你能不能别总在意眼前这点迎头小利? 你别让她抢,你让给她,时间长了她也知道她离不开你, 到时候还不跟她叔叔说,好好提拔你啊。 我都被气笑了,主管,你是懂破的。 我起身出去,茶水间里,我刚接完咖啡,孟璇就进来了。 周宁宁,你那个老公很帅啊。 我不想搭理她,看着窗外搅动咖啡。 就是穷了点,你还得陪她在外面吃便当,嘖嘖。 孟璇吃笑,你也知道我叔叔是咱们总经理, 你要是肯讨好我,我一开心,说不定会跟我叔叔说,让他提拔你。 我叹了口气,其实我也不是不爱带你做项目,实在是你太笨了, 我说的你都听不懂,你这智商,还好有个叔叔照着你, 要不然你都进不来咱们公司。 你,我白了孟璇一眼,出去了。 心里却明白,就孟璇那个牙字必报的性子,这是没完。 半个小时之后,我被叫到了总经理办公室。 总经理是个中年男人,保养得很好,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。 他很儒雅,坐,坐。 我在总经理前面的椅子上坐下。 总经理,你找我有什么事? 总经理走出来,你和我那个侄女之间的事情,我都知道了。 他过来,手放到我的肩膀上,捏了捏,小周啊,你业绩好,人长得漂亮,将来肯定前途无量,别跟我那个侄女一般见识。 我醋眉,视线落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上。 总经理又拍了拍我的肩膀,手一直没离开过,我早就注意到你了,是个人才,我决定好好培养你一下。 不过你也知道,有付出才能有回报。 小周啊,你是个聪明人,我想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。 这提示的已经很明显了。 我心下一阵恶心,站起来,总经理收回手。 总经理,我结婚了。 总经理笑了出来,我也结婚了。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遇到职场潜规则,还是最让我恶心的那种,不知羞的老东西。 总经理,既然结婚了,就好好对自己老婆。 我站起来,我就很爱我老公。 但我侄女说了,你老公没钱的。 那我也爱他,你有钱,不也乱来,有钱有用吗? 我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 宁可离职,也绝对不接受潜规则。 一整个下午,我都没什么心思工作。 下班顾案来接我,他也看出我神色奄奄,问我怎么了。 我摇摇头,这件事我还是想自己解决。 晚上,顾案只是抱着我,轻轻拍我的后背,睡觉。 第二天,我照常上班。 快到十点的时候,同事突然跑过来告诉我, 周宁宁,我看到你老公去总经理办公室了。 顾案天天中午来陪我吃便当,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认识他了。 我猛地站起来,大步往外跑。 蒋欢跟上来,那个,宁宁,之前其实是你老公打电话给我,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我的号码。 他问我,你在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 我就和他说了你跟孟璇之间的事情。 所以他就找到这儿来,还去找总经理了。 我担心地进了电梯,用力按键。 很快来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外,我深吸一口气,敲了三下门。 没人硬。 该不会顾案出事了吧?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,猛地推开门进去,顾案,你。 嗯。 办公室里一共三个人,顾案,总经理,还有我只远远看到过的总部的总裁。 顾案坐在沙发上,一副大佬坐姿,总裁站在他身边,而总经理则搭了着脑袋,一副犯罪了的样子,站在顾案面前。 看到我,顾案一正,猛地站起来,紧张地问,老婆,你,你怎么来了? 我有点发懵,我同时看到你,所以我就来了。 你,总裁大步过来,顾太太,实在抱歉,我真的不知道您是顾先生的妻子。 总裁的语气里带着焦急和害怕,好像我是他得罪不起的大人物似的。 他一个劲儿给我鞠躬道歉,还让总经理过来,你还不快给顾太太道歉。 道完歉,就赶紧收拾东西,给我滚。 总经理连忙过来跟我鞠躬,对不起顾太太,我错了,您大人不计小人过,我狗眼不识泰山,您饶了我这一次吧,求求你了顾太太。 我一家人都靠我养,我给你跪下了,说着就要跪下,完全没了昨天的道貌岸然。 我不解地看着顾岸,顾岸神色慌了,也跟我道歉,老婆,我不是故意骗你的,回家再说行吗? 回家我给你跪下。 总裁看了看顾岸,又看了看跪下的总经理,都要哭了。 顾太太,那我也给您跪下,怎么都要跪我? 我指着总经理,跟总裁说,他,你处理吧,对了,他还要潜规则女职员。 说完我就拽着顾岸出去,门一关,我大声质问,到底怎么回事? 顾岸握住我的双肩,轻声安抚,老婆,你先别生气,我撒谎骗你是我的错, 可我是有原因的,咱妈不想你嫁给有钱人,我怕她把我扫地出门,所以,我其实早就准备跟你说实话了,没想到还是先被你发现了。 老婆,你原谅我吧,这可怜兮兮的语气,我一阵无语,人家都是庄妇,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庄穷的,你可真行。 再说了,这有什么好撒谎的?咱俩都结婚了,就算我妈知道你有钱,也不可能让咱俩离婚啊。 顾岸抱住我,我害怕,好不容易娶到你,我不想失去你,我都气笑了几分,只是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奇怪呢? 我突然想起来刚结婚那天晚上顾岸说的话,严肃起来,你最好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。 就是那个顾氏,你知道吧? 他小心翼翼地说,那就是我们家的公司,我是总裁。 顾氏集团,龙头企业,金圈金字塔尖的存在。 所以,我这是一不小心嫁了个超级大佬,嫁进了顶级豪门。 烧开水的声音突然响起,我和顾岸同时转头,就看到蒋欢呆呆地站在那里。 所以,蒋欢咽了口口水,我那个键盘,真的是八万啊。 顾岸搂着我走过去,笑着说,其实我还欠你一个人情,我老婆在公司里,有些事情我不能第一时间了解,以后还请你帮我多照顾一下我老婆。 蒋欢愣愣地硬道,这应该的,孩子被吓到了。 我回到部门,孟璇就过来了。 周宁宁,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? 我着急看策划,你快点写出来。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,我不跟小偷一组。 孟璇气得五官争鸣,周宁宁,你个贱人,说什么呢? 看他这副嘴脸,再想想我老公,我突然有点理解他的心态了。 不就是靠山吗? 谁没有啊? 他的靠山逗他了。 我勾唇,我说你是小偷,你听不懂人话。 有本事去告状啊。 办公室在那边,孟璇眯着双眼瞪着我,转身去找主管。 过了一会儿,主管出来,周宁宁,你怎么回事? 你非要闹得整个部门都鸡犬不宁是不是? 这还怪我了。 怎么回事? 一道立鹤声传来,紧接着总裁大步过来。 看到是我,他吓了一跳,一巴掌甩在主管的脸上, 还不快给顾太太道歉。 主管蒙了,总裁,你收拾东西,给我滚蛋。 总裁咬牙切齿,估计也是怕被主管连累。 主管脸色苍白,更显得脸颊上的长印鲜红。 孟璇也愣了,总裁,他和主管顶嘴,你也给我闭嘴。 总裁指着孟璇的嘴,都给我滚。 说完继续向我陪着笑脸。 其他人都大气都不敢出。 我和总裁出去了。 等我回来的时候,孟璇和主管连忙过来跟我道歉,求饶。 尤其是孟璇,哭得脸上的妆都花了。 后来是蒋欢告诉我,我和总裁出去之后, 孟璇他叔叔给他打电话,把他骂得狗血喷头。 孟璇和主管也待不下去了,灰溜溜地收拾东西走人。 当天晚上回家,顾岸就跪在了搓衣板上。 那搓衣板还是他现买的。 老婆,我真的错了。 看着这张脸,我根本气不起来啊。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,顾岸,你起来。 他摇头。 我严肃命令,起来。 顾岸立刻站起来。 说吧,相亲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你真的也搞错相亲对象了。 顾岸解释,他其实不是去相亲,而是和朋友约好去谈事情。 没想到我把他认成相亲对象, 那一刻他觉得,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。 所以想都没想,就答应跟我领证了。 你之前就认识我。 顾岸拿出他的钱包,里面有一张照片,是我们两个的合照。 照片上,我穿着白色衬衫,手里拿着捐赠证书,冲着镜头笑。 那一瞬间,陈锋的记忆尽数冲进了我的脑子。 我就说,顾岸这个名字我怎么那么熟悉。 它是我们学校的。 我大意开学那天,就是他负责接待我。 但没几天,他们就离校实习了。 后来顾岸回学校捐楼,我作为学生代表,上台发言感谢。 那张合照就是他捐楼那天,我们一起照的。 我心底的震撼源源不断。 你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呀。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。 顾岸点头,深深地看着我,只不过后来我出国,就一直没能去找你。 我刚回国没多久,本来打算等过段时间制造一场偶遇。 没想到,顾岸说到这,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。 你跟女神一样,出现在我面前。 老婆,那一刻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,你知不知道。 我心脏狂跳,这童话般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身上,感觉好不真实。 所以,小区物业的事情也是你解决的。 顾岸点头。 那你家人呢? 他们也是配合我演一场戏,我只是没想到七大姑八大姨也跟来了。 那天差点吓死我了。 顾岸一副劫后余生的语气。 这个镯子,我抬起手,真六百块呀。 不可能吧? 顾岸不是六百块,是六百万。 我的手垮得一下垂了下去,六百万? 我这几天一直带着六百万到处走。 但那些瓜果蔬菜确实是自家种的,就在城郊的农场,咱妈喜欢吃,以后每天都能吃到。 顾岸握住我的手,轻轻晃了晃,老婆,你别生我气了。 我哪还舍得生气呀? 我倒是不生气,只是我爸妈那儿,顾岸俊颜垮了下来。 他拿起搓衣板,明天我去找爸妈贵。 我点点头,也行。 吃完饭,我和顾岸看电视,结果看本地新闻的时候,竟然看到顾岸了。 就是一张照片,看上去还是偷拍的,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是顾岸。 电视里传来声音,京圈太子爷回归,商界即将掀起腥风血雨。 我笑着打趣道,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京圈太子爷手腕是狠,但是个恋爱脑。 顾岸勾纯,有。 我俩笑着看向彼此,突然想到什么,都在彼此眼里看到了惊恐。 果然,我妈的电话过来了,在电话里噼里啪啦问我怎么回事。 你不是告诉我小岸是个穷小子吗?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京圈太子爷? 周宁宁,你连我都骗。 我心脏一阵秃秃,我妈发起火来,我是真的害怕。 挂断电话,我磕半地说道,咱俩现在就过去吧,给我也买个搓衣板。 她歉意地看向我,老婆,我贵两份。 嗯,好主意。 回家后,我爸妈泡好了茶叶,准备好了饭菜,脸上笑嘻嘻的。 我爸甚至得意地跟我炫耀,看到了吧? 这茶叶我一看就是好的。 我妈也说,早说呀,怎么还瞒着家里? 只有顾案是瑟瑟发抖的。 爸、妈,我以后一定会对宁宁好的,我保证。 后来,她把家里的财产都放在了我名下。 她还说,以后都听老婆的。 这谁受得了啊? 好了,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观看。